特區政府竟然要立國那法,逼香港人一定要愛國,尊重國家,不是就犯法。 是不是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上帝呢? 冷靜點做牧師,只要讓兩秒鐘,烏騰主任收了我的聯署,我們馬上就走了。 為什麼做牧師這麼硬頸? 你們這樣太無藍了,你們這樣太無藍了。 我看到你的邏輯是按照林國章的維持,去撤銷林國章的會友的身份,這個不需要讓他回答。 你不要在這裡聽,你不要經常對著咪咪,你不是正常的部體,我要再說,你為正常的部體。 拒絕麻木根蟲,堅持聖經公義,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門徒公義。 主持,Harvey,Ernest,Eric Ma,Eric Clark,Winnie。 好,我們來了。 好,各位,門徒公義的時間。 那麼,今天我們就來到灣仔的新衣館外面。 一間七點鐘,裡面就會舉行一個,都算是萬眾觸目。 全港註意的這個,首場的,首場的社區對話。 是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現在這個抗議的聲音,因為,真是非常之, 大的。非常大,非常厲害。 我估計,現場至少都有幾百人在這裡。 有,應該有幾百人。 有,已經有幾百人了。 而且,你見不到,在皇后大道那裏,其實有一班,有個中學生的人點。 哦,你講一下那裏是怎樣的。 那裏呢,大概由這個,那個叫石水渠街的位置對開。 那裏是一個舊的街市。 那裏人點,就沿著皇后大道東, 又過了這個鄧兆堅醫院。 那我來到這裏, 那裏呢, 有幾長的, 不懂得來講很多長的, 都,都可能都, 都,可能都成, 2000米左右。 2000米, 那,鎖車有幾間,這個區內的, 學校都有參與這個人點的, 那包括,這些包括哪一間的? 包括,我相信一定有華人, 華人有啦。 鄧鏡波 也有 鄧兆堅 還有一間是 加勒薩聖方濟國書院 以前林鄭月娥的母校 這間學校 才是重要的 連那些師會都不可他 還有一間小學 有 聖雅各小學 今天是小學 因為今天 社區對話的緣故 在一區 起碼有十家學校 要是提早放課 要是直接停課 說一下哪些學校 提早放課 我講兩間 聖雅各小學 和鄧兆堅中學 因為我兩個兒子都在這間讀 家長一早都通過了 這個決定 覺得應該要早放課 除此之外 還有聖工會 聖雅各小學 高主教書院小學 東華三院 李次豪小學 加勒薩聖心學校 文老說 維多利亞幼稚園 既國際後兒園 維多利亞國際後兒園 愛群道浸信會 旅角碧 孫幼稚園 停課 林鄭下來 整個戒嚴 今天 下午時 有些媒體都拍到 裏面有整個過百的防盜警察 整個軍火庫 也有很多子彈 翠雷彈 預先運到裏面 與其今晚是社區對話 今晚是一個紅門宴 形容得更加 請君入岸 小弟解釋一下 什麼叫做紅門宴 可能有些年輕的觀眾未必聽過這個名字 紅門宴呢 應該是宋代 漢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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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意要設一個宴會 去招請他 實際上是想吃 就招了他 所以 劉邦就走掉了 但是這個紅門宴的故事 一直流傳到今天 我覺得今晚就好像一個紅門宴 我就說搞錯了 杯酒式冰拳 哦 不好意思 杯酒式冰拳 可能是另一件事 今晚就不是杯酒式冰拳 我覺得 所以大家就小心一點 那天剛才我從灣仔港鐵站過來 其實沿途都見到不少記者 或者有些參與的人 連著這條路都來的 其實我對於這區 就不算很熟悉 我去到灣仔道的時候 我還想問 應該怎麼走到這裡呢 但我發覺你不用看路牌 我會很熟悉的 因為我這一區 我知道你熟悉的 我不熟悉的 我發覺後來是聽 聽聲嗎 聽哪裏最大聲就可以了 哦 沿途的聲音來到這道角 OK 其實現在大家聽過的時候 應該聽到背後真的很大聲 嗯 嗯 那剛才是說 看到有些車載了公園進去 是啊 看到有幾架車載了公園進去 那我就沿途和諾 帶到東過來 那我就經過那條油鏈 很感動 那條油鏈 八點喊口號 大家拿著一些 訴求的單張 我一邊走一邊說加油 然後他們很開心 走到這裡之後 還有一些插曲 有幾個藍絲的人在這裏 就說了一些不相識的事情 有藍絲夠膽來 是啊 他不知道是否有私了 然後就被人拍照 有兩個大嬸 然後就在這裏對罵了一陣子 有個八百開了一個大聲風 就說這個 林鄭黑社會要下台 都幾熱鬧的 我當時熱鬧 是啊 是啊 我想不單止熱鬧 今天可能叫煙露離萬天 希望不要是這樣 很難說 很難說 所以都呼機也要穩陣一點 沒錯 那今晚我們講的社區對話 就還有不夠一個小時就開始了 是 但今集我反而就想講一下 今天《柳藥時報》 就刊登了一篇 林鄭月娥的署名的文章 這篇文章交給Eric Kopp 好啊 簡單說 林鄭在《柳藥時報》的文章 她的標題叫做 《香港亦有未來》 好了 林鄭開頭就問 她說 香港還有沒有未來呢 OK 這裏不是糾紙有人問的問題 OK 她說 隨著香港社會面臨這個 十七個禮拜的動盪 這個問題是越來越多被人提起 OK 好了 其他的事我跳過了 我主要提起一些就是一個重點 她說 今年的夏天動盪是一個變革的過程 雖然痛苦 有時壓力和暴力 她反對通過暴力來實現任何政治 經濟和社會的結果 她說 暴力是不屬於大多數會和香港聯繫一起的行為 或者價值觀 她說 香港作為一個安全和好客的城市 是享有盛誉的 接著她說 一些責事者 激進的行為 不可能左右如何帶領香港到過當前困局時期 好了 接著又再是她的廢話 接著跳到這一段 她說 數月來全世界目睹了香港人淺行他們言論自由和抗議自由 這裏真的相當同事 和平抗議一直是香港社會幾十年來的標誌 未來也將會如此 警方長期以來一直為此類的集會提供便利 如今對抗的頻繁程度是1997年10倍 今年夏天 警方同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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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都是這樣做的 從六月至九月中旬 80%以上的遊行和集會 請求得到批准 但近來出現了一種令人擔憂的模式 一些組織者安排了大規模有限活動 不可避免以暴力衝破 這個破壞行為和縱火告中 警方必須在人們抗議權利和阻止暴力擾亂公共秩序的風險之間 這張權監獲還應該指出的是 如果警方博弘某一行抗議的請求 組織者可以向獨立機構提出申訴 然後又繼續 他刻因為法治是一項根本原則 暴力對抗和事業破壞必須停止 基於這一個原因 本屆政府無法同意一些抗議者 關於撤銷對被捕者所有指控的要求 這樣是有活於法治 真是不知是說什麼 看臨陣真的會鼓起我 新聞自由和信息自由 近來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部分由於媒體對抗議活動 透天蓋地的報導 媒體無法同意 雖然媒體並不是總是以正面或公正眼光來迷述香港 真是不知林鄭說什麼 大概也是廢話 最後 他說 不過 在我第一次社區對話中 我暫時將會選擇一名聆聽者 毫無疑問 我會受到一些激勵的批評 但我也希望得到具有建設性建議 幫助這屆政府滿足公眾的期待 去建設一個更包容更公平的香港 大支集 大支集 先去罵他 稍後可以駁斥這些文章 我們先來 好啊 第一件事就是 把現在的局勢的險中 就歸咎了示威者 那種所謂的擊中的行動 喂 大佬的示威者的擊中行動 是誰激化了出來的 是啊 如果在第一日的時候 林鄭月娥就已經是聆聽到 市民的聲音 肯主動去收回 在六月的時候收回 這個 逃犯條例的時候 要不要搞到上街啊 要不要搞到一百萬人上街啊 要不要搞到二百萬人上街啊 要不要搞到每個星期 都有地區那個 上街的示威這樣 然後就激化了示威者 你又要去衝腳 不需要的嘛 如果你第一天開始的時候 你完全是本末倒置了的嘛 因為只要你由第一天開始 要收回這個條例的時候 就不用搞到今天這樣 要搞一個所謂什麼社區對話平台 就是林鄭月娥完全在這篇文章裡面 將這個東西 所謂是本末倒置了 竟然將這個責任歸咎 在我們示威者的身上 這個完全是一個歪理來的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所在 第二個問題所在的 他就提議就說 其實警方都不錯的了 由六月到現在 有八成的示威人 集會都批准你 就是會知道 只有那兩成不批的 有什麼所謂 是啊 大哥你計算什麼 你將那些很小的 藍絲搞的集會 又計進那個總數裡面 你將那個法輪功搞的 示威人 又計進那個總數裡面 那你要說你不批是哪兩成 你不批就是每個禮拜 現在連民陣都不批 民陣是最和理非的了 說真的 和理非都不批的時候 你不要說任何事情 要說清楚你不批那兩成是什麼 你也要說清楚你批那八成是什麼 這些是什麼 這些純粹就是玩個數字遊戲 那些純粹就是這樣 對吧 這些是加減數 我都認識人 其實就算是彈不批 你也是在騙殺這個言論自由 這就對了 沒錯 這個就是最基本的一件事 因為基本法是 呼籲了香港人 有這個集會遊行自由 是啊 其實我們講講集會遊行 其實不是一定要拿 那個所謂不反對公司書 也都很多法律界的人 已經講得清楚了 只要你警方不主動去反對時候 通知了你就OK的了 有七人就OK的 但是你是破了紀錄 這樣是批了所謂反對通知書 是批了反對通知書 就令到那些人現在變成 所謂非法上街那樣東西 這些又是你政府自己 激化了出來的 會是 那你又不想 火又不認 接著就說是別人的問題 你就知道 那些對自己非常有利的東西 但是那個真相 你就完全不說出來 不過我相信 柳約時報的讀者也不是很重 第三就講到剛才媒體的方面 這樣 你真是好東西 如果那個東西 是沒有那個吸引力 是沒有那個焦點 怎麼會這麼多傳媒 會花時間去派人來採訪呢 對 如果今晚這個對話平台 不是社會焦點的時候 怎麼會這麼多的機構 會派記者來呢 如果今晚我和你對話 你以為有沒有人來 你真是傻的 當然是因為成為了一個焦點 大家都關心的時候 所以媒體才會去採訪 要做直播 這樣 是呀 你林鄭講的嘛 媒體在激化這個所謂的示威 激化了這個所謂的社會的抗生 是誰激毒 我再講多次 是你 林鄭 政府 黑警 自己去激化了那種社會的矛盾 製造了很多示威的時候 那所以那些記者才會上來採訪的嘛 如果那樣東西不賣錢的時候 找誰有空去報道嗎 是呀 這是最基本的那個 不是 有些報紙真的不理會那個銷量 他是另類的 大公文匯那些 大公文匯那些 就不會去看銷量 沒有讀者那些也會這樣做 是呀 沒錯 但我們不是那些 我覺得最搞笑的是 那些媒體報道不正面 那是何謂正面呢 如果警察那些事做事 正面也不是報道正面 是嗎 大公就正面 文匯就正面 是不是 商報就正面 他們那些報道就最正面 OK 就是會說中國凡城安定 就是十一這個七十周年人民 十四億人民就登在庫牆 那些就是正面 那些就是人家所說的正面 是 大家聽不聽到 大家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聽不聽到 他們的聲音都遮蓋我們 這些就是民意 我想講 這些就是民意 不是你製造出來的那些 所謂歌舞聲明 不是 他最後一段說什麼 他最後一段說 希望 得到具有建設性的建議 就是今次這個對話平台 不是 其實還有一句 我幫我沒有 highlight 是嗎 他講到明 今次是預了那個反應不好 啊 是啊 他最後一段 第一句 他講到明今晚這個社區對話 他都預了那個反應不好 他都講到明自己就會扮 一個聆聽的聲音 就是他自己寫這篇文章的時候 報餘了不會有好事的收場路徑 我覺得沒有東西是 弄對一個這樣的對話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訴求清清楚楚 你要聽什麼 如果你是聽的 你聽得到的嘛 為什麼要特意搞一個這樣的事情呢 是不是 這個就是關鍵了 就是為什麼他今晚會搞這個社區的對話 而且要在紐約時報今天 發表這篇的文章 其實現在就在做一個他所謂PR 一個公關的手段 做騷 做騷 無論是在本地或者國際都可以做騷 認真說 其實今晚這個所謂社區對話 沒有人會受他哄的了 就是說除了藍絲之外 不會有人相信他真誠的對話 就是他講任何東西 包括剛才我們這篇文章所讀的東西 我相信每一個香港市民 都明白這個問題在這裡 這件事我真的不太擔心 但是問題就是 外國人如果看了這篇 他在紐約時報 訪登的著名文章的時候 我就會擔心 是不是每一個外國人 都能夠熟悉 現在香港的情況 這樣呢 有些應該會熟悉的 例如美國 就是參議院 國會議員 就一定很熟悉的 因為這個 美國那個 我們先看看 那個名字很長 那個美國的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 以及眾議院的外交事務委員會 其實昨天就已經通過了 那個香港人權 以及民主法案 這樣 還不用怎麼寄悲 根本就差不多一致通過 一致是 完全沒有什麼討論 如果是一批搞政治的人 來講 就很熟悉 現在香港發生著的問題 以及不會受理林鄭去哄 這樣 但問題是不是 是不是個個都 這麼熟悉香港的情況 我覺得不用擔心 我會這樣看 真的會關心 會熟悉的那些 他們本身是對政治有影響 才會去理解 有一些 就好像 你跟香港一樣 到現在 有些人依然是不知道 這個社會發生什麼事 這樣就很少 很捨 只是特地去忽略 但是我覺得在外國來講 其實 在過去 例如專屬公會 都是一些梅珍仔 叫做 講了全球的感覺 也就是 有些人在外國 不是時間 又發起一些不同的作會 我覺得 都應該會熟悉的 都會熟悉的 唯獨可能 如果不是那麼熟悉 所謂五大訴求 在外國那些 可能就 有機會 被這批文章誤導了 也不出門 但是 變成我們香港人有一個責任 去向外國人解話 為什麼我們不能夠 接受這篇 林鄭的著名文章 在《紐約時報》裡面所寫 根本不是反映到 這個事實的全部 我覺得 我們的香港人 年輕人 都知道 我相信他們 接下來幾天都會去做這個 其實Twitter是外國 很多人用的一個平台 很多我們香港人 其實已經 把這件事 喊出來 但香港人很少用Chaker 現在開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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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一點 這樣 其實 最後來說 我覺得我們真的可以做些什麼 就是讓這場抗爭 不要停 不要讓它停 如果你講贏的時候 我不知道怎樣贏 起碼我們的裝備未必夠 就是要做些抗爭 黑警打 一定不夠 一定不夠 有槍有炮 你又沒有 你又沒有 什麼都沒有 檢控的權利在政府 是 法院的司法 也在他手上 是 我們唯一去選擇 就是不要停 可不可以 就是 就算知道會被捕 就算知道會受傷 就算知道會面臨很多 很暴力的對待 但就不要讓它停 這個是唯一我們手上 最大的籌碼 和令到林鄭 受到這個威脅 令到中共 就快 下個星期就 七十周年 令她受到這個威脅 這就是唯一我們可以堅持去做這件事 我們就是要展現無力的力量 沒錯 所以接下來這幾天 真是一個超級 這幾天 怎麼說呢 是很多事情發生 十一之前 就很多事情發生 不如說一下 接下來這幾天 有什麼事情發生 好嗎 首先 應該是九二七 九二七 在這個中華愛丁堡 即是聽晚說 就有一個關於新屋嶺 的一個聚會 就是刊送新屋嶺發生的 一些很容易人道的一些 所謂的聚會 然後禮拜六是九二八 九二八 九二八 九二八是五週年 是五週年 是五週年 那那 晚上呢 晚上七點 在這個天馬公園 不過民陣正正在申請 正在申請 以現在的情況來說 很可能就會成為 剛才講的 20% 會被托托托托 我也蠻相信的 我也覺得是 但是我相信就是不托托托托托 也依然說有人會出來 也是很困難的 接著到九月二十九 這個很重要 這個是全球反的一個 嘩 大家可能不聽我講話 我們的第一張小牌給我聽 因為我們的講真聲 再說一次 9月29日全球反極權的大遊行 由下午3點在銅鑼灣的SOBO 走到這個暗政總 我相信這個走就可以了 都不用等他有沒有什麼不犯的公知書 多數都沒有了 但就照走 還有補充一下 這個不單止香港舉行 在全世界 十幾個國家或者地區 都會同一天在下午時間 是有這個全球的反威權 反極權的案 所以都是一個很重要的 香港人都要出領 出來之後會發生什麼 就看看前世的抗爭者 對時候會怎樣做 沒錯 然後當然最重要的是 10月1日 這個 沒有國慶 只有國殤 是 這個所謂國殤的遊行 都是民陣去申請的 多數也是不稀 鼓勵 是 是 現在說的那些全部 多數都是沒有不反對通知書 全部都是他那20%裡面的 是 但我們都說說 11日會發生什麼事 好 那天下午2點 這麼快開車 加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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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有一班中學生 應該都是區裏面這些學校 經過很多的市民 就和這些中學生打氣 還有中學生加油 好 好了 那我們繼續 最後就是 12月1日 這個國殤的遊行集會 下午2點 會是維園 開始 是 12月1日 公眾假日 是 那一定要出街 肯定要出街 肯定要出街 沒錯 所以由現在到12日之前 記得今次出街要穿黑色衣服 是 沒錯 不要像我 今天要穿黑色衣服 黑色衣服 黑色衣服 是不是 沒錯 好了 這樣我們就不要讓他停了 就是這幾天 定到正所謂有共亂 得幾亂就最好了 我覺得 是 就是中公尾斜都是最好的防守 是 好了 現在幾點鐘 差不多 現在 咦 已經42分了 6點 即是2分 還有10分鐘 會開始這個 假對話 是 容許我用假對話 因為真的不存在 好 那我們折磨 我們在這裏 一定是假對話 真的假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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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萬分之萬 一分之萬 這個政府沒有事是真 唯一說謊是真 他自己做錯事 他自己都不拘捕 是拘捕人的那些 那就真是抵捕他 真的假對話 真的假對話 每個禮拜都是滿首先 是啊 慶祝難輸 真的假對話 真的假對話 我們鏡頭外 有一個 現場不看著 市民 市民 多謝你 我們是門頭媒體 有空可以上去看 是的 我們的直播節目 就到這裡為止 好 我們休息一會兒 7點鐘都沒有直播 對話 之後我們有活直播 沒錯 下次再見 拜拜 拒絕麻木根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 對話